刘江南 袁阿尔卡特 这个错不是犯错误的那个错 就是我不知道我拿去试一试 这个有可能跟我的那个目标不一致 所以我把它叫做试错 就是一旦不行它就是一个错 如果不是错它就是对的 最主要的是试 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跟你那个磕磕碰碰 就是天生就要来犯错误 然后改正错误的机会成本 这是两回事 这是一个你对环境不知的情况下 你怎么从不知道知的过程 选用了一种方法 它其实也是不断地去测试 你的领导的这个容忍的底线在哪里 因为我们对环境 特别是对领导和人际关系 每个人心里是怎么想我们不知道 这个每个人都是一个黑箱 打开黑箱现在的办法就是试错 我给你一个刺激 我看你是怎么反应的 对你这个黑箱的内部的情况 逐渐逐渐地进行了解 最后能够模拟出来你这个黑箱是怎么回事 你比如说开玩笑 说了一些语言 谈到一些话题 它的反应是什么 我做了一些什么事 身心大了 身心小了 它的反应怎么 这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都是对你环境一个不断了解的过程 那度的问题怎么把握 度是一个最复杂的问题 因为环境的干扰无处不在 当你表现的恰如其分 是所有的环境 正好在那一个恰当的巧合上面 都认为你是最合适 这个度是掌握的最好 试错就是要解决这个度的问题 我拿最小的 我认为最安全的方法去试 比方说打个招呼 它的反应是怎么样 如果是你跟他打一个招呼 他很热烈的话 这就是一种 你对他这个人 和你的这种 对他的这种打招呼的反应 可以了解他一点的内心情况 有一天你不打招呼 这是一次试错 他是不是更高兴 他还是不高兴 因为你有一天没打招呼 你可以解释 我那天正好没注意 我平常都戴着隐形眼镜 那天我摘了 我也没带着 我是实在是没看清楚 你是谁啊 什么在那 可以去解释 这个事呢是比较安全的 一定要有把握 然后被别人关注 你被别人关注 才能被别人选择 还没有被选择 还要默默等待的时候 很难熬的时候该怎么办 选择都是别人选择你的 你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 等并不是说一个最不好的方法 我们曾经给一个企业 做过一个案例 怎么比较 过程中间 他跟人竞争对手之间都有差距 最好的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你能保持你的公司 在这种环境中间先不灭亡 你对手就有犯错误的时候 会牺牲的时候 不是说你变了 是整个底色变了 然后你原来这个颜色变成特色了 这个也是有这种可能性 本来大家都是个橘黄色的 它变成绿的了 它变成黄的了 它变成黑的了 它变成白的了 就要选巨黄就剩它一块了 它就被选上了 但是呢 还有一种情况 就我不安于这个 就是我要等到这个底色都变 这个毕竟不是我主动能做的事 这个啊 你想起那个三国演义里面 有一个歌迹 弹琴的 就看上周瑜 你说他一个弹琴的 人家的大嘟嘟 你怎么去引起人家这个注意他 是不是 你跟这个环境中间 我们说起来 在底层怎么被领导关注 这个太难了 但他想一朝 每次周瑜弹琴的时候 他故意弹错一下 一弹错 突然发生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周瑜跑在那看一眼 这是谁弹错的 他就被关注到了 是吧 这是一种试错 这个也不是说不可能 但你要有把握 你要真是有一个 被人看了一眼 忘不掉的那个把握的时候 你可以试这个 那要没有呢 就别试 你这个方法就掉地不可取 你看那个最后的书上 也没有说周瑜 就开上那个弹琴的 是吧 你看他那个试错方法 就不灵 他只是这么做了 我没达到他的效果 如何解决职业 和自由之间的冲突 我崇尚自由 这个环境给我不自由 环境对我不友好 但你离开这个环境 会不会你生活得更好 除了自由之外 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这个我们任何选择 都不是单一的 任何选择的标准 都是多准则的 都不是单一准则 你比方说 我们就选择一辆汽车 这价格 它的颜色 它的速度 它大小 它的安全性 这是多样的准则 集中起来 变成我们选择一个 汽车的一个标准 职业也是这样 我崇尚自由 我要生活稳定 我要在社会上被人尊重 我要家庭收入 符合我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 等等这些准则 合在一块 然后你再看 有哪个环境对你更友好 你比方说 我选择的工作 二十万年薪一年 这个是我首要选择的一个准则 只要满足我这一条 我再看看 它离我家近不近 它其他福利条件好不好 老板我喜不喜欢 同事行不行 你再去调整其他的 如果调整的最后 其他都好了 那个二十万没了 变成十五万了 这个你就不要选择了 都是二十万 我再比较第二个条件 它离我家近不近 这是个多准则的 所以我觉得 你任何环境 你想要生存的好 首先是要环境妥协 你就比方说 你就变成那个自由职业者 你很自由了吧 但是你把那些潜规则 实际上放在社会里 那个环境 你还是要想办法跟它妥协 还是要想办法 跟环境进行友好 这个呢 我觉得是要改变自己 是很重要的 自个儿吃饭 自个儿饱不饱 还是人家自个儿知道 被授予切离码之后 应该注意什么 你自己要知道 我被选择了 我并不就是那个了 你一定要知道 自己还有什么地方 不符合人家 选择你那个标准 还自己别真当真了 我们碰到很多事情 就是真把自己当真了 还以为自己就真是了 有一个公司 选择了一个CEO 在我们看来 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 一个错误的地点 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们对这个人很了解 他驾驭这么大的企业 他确确实实 他是没有驾驭他的能力 但是呢 这位新的CEO 他真把自己当成CEO 然后跟每个人说话 马上就不一样了 就开会 你们这样 他做运营这些东西 他可能很比较熟 但是你要是作为一个 真实的CEO 你可能要对待市场 说话 这个东西你可能不熟 然后也在媒体上 就是发表这个观点 就怕这个 你在公司内部 关了门都可以 你外面去一发表的时候 那观点就出来了 应该藏住那个地方 全都暴露了 问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回答之幼稚 就是跟他这个地位 完全不相同 在没有这个把握的时候 你就直接面对工作 是吧 你可以用通过公司的 新闻发言人的形式 什么去说 你可以有一段时间 去了解 去适应 去补充 然后准备好了 再去参加 没有必要说 你去自己 去直接去面对 一些很尖锐的问题 他没有做过这个准备 也没做过这个训练 提的那些问题 确实是稍微 有一点磕磕和刁砖 那回答的就极其诱势 这个就不是公司内部 他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对他这个反应 那整个社会 对他就有反应 那很快就会换掉 他要是没有到那个位置上 他在他的忠诚职位上 他现在还能干得不错 那现在呢 一个波浪下来 对他自己本身的 个人生存环境 也没有那么友好 这个就是 我说的 他被选择了 当成千里马 但是自己 没有认识到自己 是不是有 不够千里马的 那个局限性的条件 就是千里马 这个是别人赋予你的 因为这个价值是 对别人有用的 才有价值 不要把别人 对一个事情的 这个看法 然后真是 内化于自己的 那个感觉 这个就错了 当你被选择的时候 你当千里马 选择你的人 对你有一个 主动的完善 比方说 我们看这个桌子 我们是看这一个角 但是我就知道 这个桌子是个方形的 它有几条腿 它是个桌子 后面是靠什么呢 是靠我们意向性 去完善的 这并不是真实的 我们就是看到 你想想看 别人选择 我们当千里马的时候 也是这样 看到了我某一个特点 觉得你是千里马 然后剩下的 那千里马那些条件 我没有表现出来 那是别人自我去完善的 所以好的这个做法 积极地 是抓紧时间去捕拙 去完善 这个消极的方法 是藏着 我藏着不让人发现 我碰到这样 我有效的方法 去先去回避 当然了 我希望就是这样的 藏着的过程 是延长生存的时间 有一个捕拙的机会 怎么去藏着 根据环境不同 跟你的事不同 完全不一样 你要是有缺陷 有能力上的缺陷 没关系 但是你要有那个智慧 你第一个是能藏得了 第二个 你得修补得行 修补得快 这个你都可以 当然了 哪怕是这个千里马 你都具备了这个条件 环境也在变 对你的要求 会在不断地提高 一天跑一千里的时候 人家就觉得 这很了不起 应该多跑一点 你多跑多跑 老跑一千里的时候 你就是跑一千 二百里 那才是 那叫千里马 有一项东西 反复刺激 就会疲劳 疲劳就会 要有新的要求 但是必须要知道 一旦被选中之后 有劲 十分级 一定要留两分 别人对你的标准 就是全力以赴 然后叫你 使第十一分级的时候 你就确实是没有了 就像我们 这个预备灾难似的 一直要有灾备意识 还有突如其来的 在常规的工作之上 还有更高的要求的时候 我能应对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不是说 叫你偷懒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有劲不使 就是你在分配自己的能力的时候 一定要有栽培意识 在危机来的时候 要有个危机的管理的余量 同时我们要不断地学习 要有修为 保持自己被选择之后 这个底色一直要好 要不褪色 所以这个是伴随我们职业生涯 一生 这个不可解脱的 不可脱离的 是逃避不了的 这么一个生存状况 如何才能顺利 顶替上司的位置 刘总 我有个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 就是说 如果具备了成为天理马的条件 并且得到公司高管的认可 但是对部门直接领导的地位 或者说能力产生了影响 那么应该怎样规避与这位领导之间的简单的冲突 并且能够使自己的能量正常的发挥出来 就是你一旦被你的上级领导看中以后 这个超越你的直接领导 你这个对于直接领导心态来说 他有一种可能被替代的那种威胁 是吧 这个是你觉得现在这个关系不好处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如果是你能想办法 让你的这个现在顶头上司 他能够对你产生一个特别大的这个顾虑 忧虑 这个就是你成功的地方 你一旦被选中了 你就要有一个想办法 要藏着 这是很重要 因为你一旦被别人看中 有一个问题 就是选中你的人会自我完善你 这是我们常常发生的 比如说是你这个人长得好看 然后就觉得你的所有的行为习惯都跟这个好看都是要挂钩的 我认为好的善的这一面都会在你身上都应该存在 你即便你没有 但别人看你的时候 帮你当做一个优良品选择的时候 他会自我去完善它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 你自己没有这块 你要先藏着 第二个呢 在这种环境中 你尤其要在你的那个上司面前要低调 低调 你不要在他面前觉得你替代他的这个时间 指日可待 屈指可数 让他的威胁要降低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是因为你对他有刺激 什么样的刺激对他没有反应呢 是少量多次的刺激才会没反应 就像我们那个扎针似的 你猛一扎他肯定很疼 你轻轻扎 慢慢扎 不断地扎 扎了他就麻痹了 他就不疼了 这个你可以试一下 就是一定是不要过分地刺激他 但是可以少量多次的不断地刺激他 因为他还是走得对你更好 是吧 你可能就是能够进步的快一点 就如果说总是悠着一点点扎的话 会不会限制自己的发挥呢 我们的生存是一定要妥协的 你像不妥协的生存 我们是不存在的 你只要跟环境有交流 你就一定要跟环境进行妥协 所以你要想正常发挥好 还是那一条 不断地试错 直接上司对你容忍的最大边界是在什么地方 是你不断试错试出来的 你试出来的那个就是你要干这个活 你知不知道你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 妥协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怎么了 谢谢观看